日本关东军成立于20世纪初,自日俄战争结束后,便一直盘踞在中国东北,在中国东北,发下了众多令人发指的恶行。 苏军一代传奇元帅朱可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对待日本这样反人类的民族,怎么才能让他们不敢再次发动侵略战争?那就是让他们感受到痛苦。 1945年德国投降后,苏联出兵中国东北,对日本发起进攻,苏联的行动都在暗中进行。 日军并未察觉,因此苏军出兵后,日军毫无防备,很快全军覆没。 1945年8月,关东军60万士兵向苏联投降。 此时,关东军才撤出中国东北。 投降的关东军,被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役,帮助苏联作战后重建工作。 那么,在苏联将关东军送往西伯利亚的途中,为何没有人打算反抗呢? 毕竟日军在二战中,命死不降的名声曾震惊世界。 但如今60万关东军,却乖乖听从苏联指挥。 其中有何缘由? 那是因为苏联早已对日军有所防范。 在日军投降时,苏联便将关东军所佩戴的武器收缴。 日本士兵手中没有武器,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 再加上这些投降的战俘,一心以为战争结束后,苏联会将他们遣送回国。 所以关东军一直在期待驻重回国土的那一天,甚至连行军路线,不对都没有发现。 更别提发现目的地不对,打算奋起反抗。 并且西伯利亚处于高纬度地区,越靠近西伯利亚气温越寒冷。 长期处于亚热带地区的日本人,无法适应这样严寒的天气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,生存都已成为困难。 更不用提起兵造反,即使侥幸起义成功。 关东军得到自由,可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旅途,也会让日本人绝望。 再加上长期在西伯利亚从事苦役,关东军的身体素质一概下降。 根本经不起长途跋涉,因此想要强行回日本。 关东军会面临死亡的威胁。 如此环境之下,能够存活已是姓氏,再无经历造反。 1956年,苏联的战后重建工作结束。 这些关东军,终于被苏联遣送回日本。 人数仅剩40万人。 那是一个连日本老兵都不敢回忆的地方。 这是一个直战的电话。 感谢观看